加入大附羅盤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只要一步驟輕鬆踏入股盤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籌碼動足先機懂得很掌握即先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戶的盤後節目 好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236點 217下跌4.49點 基本上今天跌的加速非常非常的多 也就是其實就是跌的迷茂茂 跌很深好不好 然後市場氣氛非常的恐慌 同學 兵框馬論的過程中 你的心情要放輕鬆 你不要想說這盤怎麼會崩盤 其實你先把這個事情的來由先搞清楚 你就知道你後面要怎麼應對 現在今天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也知道 就是什麼第一個理由就是這個 昨天美股基本上就是先跌這個 就是那個美國去洋被降評的事情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一個主要就是美超微 美超微昨天大跌23% 哇那這個美超微是什麼樣的公司 它就是類似台灣的偽創廣廣達技價公司 當然美超微昨天大跌 這三價基本上今天怎麼樣 今天也都中錯 都中錯 甚至有破線 同學破線就是破線 破線基本上就是要出 這個沒有什麼好廢話的 因為你要避免後面它還會有更劇烈的震盪 所以破線先出掉 錢先收回來 不過呢 不過我個人認為 沒有那麼嚴重 剛好看你嚴重 這個如果說回穩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買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我們先看美超微 美超微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昨天跌23% 主要是它對未來的展望 它對未來的展望是比較保守的 但是保守你要先把它講的東西先把它看完 市場上 因為它今天漲很多 今年漲非常多 它到前幾天 它在前天都還在創新高 沒錯 前兩天都還在創新高 那前兩天都還在創新高 市場上基本上 就美國這邊預期 它沒有在看今年 看明年 明年基本上賺20塊 賺20塊 明年賺20塊 所以20倍本一比 20才24不400塊 所以反而報告都寫到400多塊 所以它這邊漲到多少 漲到300多 對不對 400塊看400 但它昨天 昨天就公佈它的財報 你說它的財報真的不好嗎 財報也沒有不好 也是成長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對於未來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了 對於明年的展望 市場上都認為說 你應該可以賺20塊 給你20倍本一比 所以你目標是400塊 也有目標寫500塊的 反正就是400塊 但它昨天出來說 對於明年喔 可能沒那麼好 成長四成 明年EPS應該是15塊 15塊20倍是300塊 你一聽我曉得什麼 300跟400差了100塊 所以大家一聽 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一聽到馬上就殺了 就整個直接跳況 整個掉下去了 但同學 這個地方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怎麼樣 它已經殺到260幾了 你用明年15塊 20倍本一比來看的話 300塊 基本上它已經拉出空間了 你知道嗎 第一個拉出反彈的空間 第二個 它為什麼會掌握比較保守 是它的問題嗎 是因為我掉單了 AI的景氣是碰空 是泡沫 所以沒單 同學不是這樣的 他說什麼 他說 我會掌握比較保守 預估15塊 不是我的問題 是供應鏈的問題 同學是供應鏈的問題 是供應鏈 什麼供應鏈 晶片 COWAS 同學 今年年底 之前是9000片 就是COWAS的產量 台電這邊 9000片 年底要擴到1萬5 明年是擴到2萬5 也就是說什麼 問題不是它 你給我足夠晶片 我量可以做給你 但是現在就是量不夠 你懂的是嗎 所以他說是供應鏈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聽說什麼 不是我的問題 訂單什麼都沒問題 是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就是 沒那麼多料 沒那麼多料 所以掌握稍保守 是這個原因 所以市場上只看到說 跌23% 這個死定 趕快殺 破線是要出沒錯 以操作的邏輯來看 破線要出 但是搞不好 弄一弄就回穩了 你懂事嗎 搞不好弄一弄就會回穩了 甚至你留意一下法人部分 法人有在大砍AI股嗎 沒有 你改狂你就知道 有在砍AI股 沒有啊 沒有大砍好不好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應該 可能振個幾天就好了 當然最重要的AI的部分 最重要的邏輯還是哪裡 還是在8月23號的NVIDIA財報 現在市場上也是看得很好 成長幾倍 如果出來 不是這樣的話 可能大家就會擔心 但是我個人認為 你等到8月23號再說 8月23號就是NVIDIA這個地方 就是它公佈財報再來講 但是同學我們剛剛講到 你只有這個部分它怎麼講 料不夠嘛對不對 料不夠嘛 所以 所以也就是組裝的部分 組裝部分 我會說 這個這三家 你可能要迫欠你要先停損 其實不是說不看好它 而是什麼 而是他們遇到的問題 可能會跟美超委一樣 你說訂單排成 沒有問題啊 排到明年去啊 但是料源有問題嘛 料源是有問題的 料有問題 所以就是卡到一個料有問題 所以美超委的問題 偽創廣達機價這邊可能有 但是對於AI前景基本上沒問題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你要看什麼 現在基本上我認為我還是看AI 不過呢 不是看下流的組裝廠 你要可能要看料源的部分 好不好料源啊 當然料源的部分 同學我最近跟大家提的料源 不是就做個有CCL的人嗎 不是就這個主軸嗎 CCL啊 今天當然也震大很大 不過呢 不過啦一樣你來看 我們從7月中開始講 台藥、台光電、CCL對不對 法蘭在大買嘛 在缺貨嘛 318台光電 那天啊台藥108 你看到今天一大堆在唱衰AI 什麼泡沫什麼 什麼死人骨頭有沒有的 料源有問題 會造成後面的AI伺服器出貨震盪 這個我認同 但是你說就料源的部分的話 台藥自己開發的時候 也說現在是高階的 那個撥欠部是很吃緊的耶 應該沒錯吧 就是這個地方它的貨是很吃緊的 然後高階撥欠部 這個地方它認為會缺貨 所以如果說你從本來看的話 你看台光電跟台藥 我們做個有些人講多久了 到8月初的時候400 對 然後呢119 今天你很害怕對不對 今天8月幾號 今天8月4號 同學 這是7月19號 這是8月4號 對 400跟119 你看到今天今天是8月10號 台光電在406 台藥在120 你也比較好耶 你還在賺錢耶 你還在賺錢不是嗎 這震盪很大 你可以再買回來啊 你如果出掉的話幹嘛 強勢股不是震盪 震盪早買一點 所以我就問你嘛 318108 你看節目400 119 今天今天好害怕喔 406120 靠腰你還賺錢 不是嗎 所以就是還是一樣 股票怎麼選的問題而已 股票怎麼選的問題 當然AI短電上 震盪稍微大一點 甚至明天是禮拜五嘛 明天禮拜五 搞不好六日 發生什麼怪怪的事情 你要買 下禮拜再買也可以啦 不過呢 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從那個零組件 觀念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AI哪有什麼轉弱 哪有轉弱還是一樣啊 10日線上啊 這個呢 還是一樣 在哪裡 在月線上啊不是嗎 對不對 然後呢新的嘛 原大昨天出了報告 見頂 今天震盪一下 是10日線破了嗎 也沒有啊 都是AI相關的板子啊 都在做板子啦 所以我認為就是 你平心看待啦 好不好 不是說什麼啊 那個什麼 每稍微掛點 所有AI都要掛點 是這樣子嗎 不是啦 每當股票的邏輯不一樣 體態不一樣 深度不一樣 這些東西通通都不一樣 不要哄為一談啦 好不好 這個地方你就是看什麼 看強勢的AI股啦 好不好 還是有強勢的AI股啦 然後呢 台波 你覺得他200塊好貴 100塊好貴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 高歇率波線部 台灣這邊 基本上跑的比較快的是台波 就是LODK的部分 LODK就是什麼 低界電那個啦 低界電的波線部啦 領先嘛 乾公司的波線部都自製嘛 但是呢 不確定他們能不能通過認證 如果通過的話 就第三家 全球第三家 目前只有兩家通過 日東坊跟HGY 如果缺貨嘛 缺貨 如果說NVIDIA這邊 要弄出第三家的話 搞不好是台波有機會 對不對 同學 今天震盪歸震盪喔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請你做留意喔 請你做留意 間諜對不對 今天投信跑來買了700張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雖然說700張也沒多少錢啦 1400萬而已啦 但是之前都沒什麼買 最近都沒買 沒買 沒買 而且是在今天 同學 今天你敢不敢買股票啊 今天你敢買股票嗎 嚇得屁滾尿流了好不好 不是嗎 今天你敢買股票 我什麼投信敢買 還買台波 是不是這個有著落了 是不是這個啊 搞不好有著落了 我不知道 如果有著落的話 搞不好就跑上去了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啦 其他像這句 鬼混而已啊 混來混去啊 也不會掛點 好不好 嫌慢的話你可以出掉 反正就是景氣是好 景氣產業 趨勢好的啊 如虹豆淘災都影響不了他 你不覺得很妙 如虹昨天跌停耶 然後呢他今天有震盪一下啦 還要300多塊啦 好不好他影響不大啦 好不好 然後這個 今天也有影響一下啦 早上我來賺錢的 開盤的時候我來賺錢 結果呢 哇就盤太爛了 結果掉下去了 小套 小套搞不好明天都上來了 好不好 這種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啦 同學 其實我再講一個操作方法 就是這個地方你要怎麼去找股票 那找股票其實我知道大盤嘛 或是說OTC 今天都是什麼 都破線嘛 大盤那個破季線的嘛 看起來線型很醜 不過呢 不過就如同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美國這個 什麼在性平等 這個你真的 你真的有辦法找到 比美國更安全的地方嗎 你有辦法嗎 沒辦法啦 短線上影響一下錢 搞不好還是在美國這邊啦 然後就那個 那個 美超微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分析過了 跌很深沒錯 因為市場之前看得太好了 認為他明天可以賺20塊 然後20倍比你就400嘛 結果呢 結果他說只能賺15塊 然後20倍比你300塊 哇那差太多了 所以就急殺 但是呢 他說什麼 不是我的問題 好不好 你給我足夠量 我也可以做到20塊 現在就是量不夠 料不夠啦 料不夠啦 是供應上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就是AI的部分 跟美超微一樣的公司 可能會有一樣遇到料不夠的問題 可能就是扣瓦斯的產能還不夠嘛 明年可能就夠了嘛 現在還不夠嘛 明年可能會夠 但是明年的事 現在股價跑太快了 可能會大部分增當 但是對於這些料源的部分 對於料源啊 料源的部分 你看今天的部分其實蠻明顯的 料源的部分還是很強啊 對 同學我現在講的是台藥台光電 還有什麼還有建點對不對 今天銀幫也可以回到平盤耶 銀幫在天上耶 昨天創新高 今天還可以開低秀拉上去耶 所以這些公司怎麼樣 這些公司基本上是有抵抗力的 既然有抵抗力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你還是可以留意啦 好不好 所以在盤爛的時候留意強勢股 甚至強勢股在震盪的時候 去找切入的買點 基本上就是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獲練了 就有下一支好不好 當然你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頂個訂閱的小鈴鐺 讓我們節目音樂團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活動 就是AI的報告的部分 我會準備一份報告 如果說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來電我們的活動 做所需好不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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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我們會進行